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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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睇知详报告 今集我们请到市政署代表 陳玲线方小姐的视频节目格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秋风送爽、天狼气清 市政署最近有何好节目可以介绍给市民 市政署将于在9月28日至10月20日 在奴廉的公园举行《红狼野趣》 2019秋季盆景展 展览将会以自然朴实的布置方式 呈现盆景植物的原貌 今年盆景展主要的布置特色是什么 盆景艺术是通过移天宿地 以小建大的方式 将大自然的优美景色 缩少集合至盆中 今年展览的布置 以山水盆景、石景 以及台线植物作为主线 透过模拟山石、树木、土壤 再加上角色的花围植物 将展场打造成别具野趣的丛林花园 听起来都很吸引 可否介绍一下今次展场和展览的规模 奴廉药公园 是本澳唯一苏航园林设计风格的花园 院内处处亭台楼角 并且融合南欧的特色建筑 体现中西交融的澳门文化 佳时 现场将布置超过50盘 约20个不同品种的精品盘景 并会结合花围共同展出 除此之外 本署亦都会举办各项与主题 相关的工作坊和活动 適逢国庆假期 正好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一个闲暇的好去处 麻烦您说一下工作坊的内容和报名方式 在9月28日、29日和10月5日、6日的下午2点半至5点半 现场会有导相服务、盘景石头画工作坊 以及铁线盘景工作坊 有兴趣的人士可以亲临现场报名 有关详情请浏览市政署网页 或者澳门自然网 谢谢陈小姐 别客气 现在时间够了 拜拜